各位乡亲大家好 连着几天都在讲三峡 三峡确实是中华历史上的 一次重大的转折点 是新世界的开始 它也是一份考卷 希望大家都能交出正确的答卷 一起步入天门 进入新世界 称为腾云之辈 而不是被这个自然法则所摧毁 有的朋友问 就是说你应该把这个剧本 讲得再细一点 甚至还有的朋友说 我肯定是知道三峡大坝 什么时候崩溃的 就是这个时间 可能天机不可泄露 但是要不要告诉大家 确实是一个很为难的事 说起实话 三峡大坝会不会崩溃 什么时候崩溃 还有这个历史 向前演进的几个关键的节点 我都知道 有些都不是我现在知道的 是很多年前就知道 但是有些事 确实不能说 就像我搞那个倒计时 就是苦心费力的 叫处心积虑的 把这些对关键节点 时间地点人物情节 把它写出来 但又不能明告诉大家 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 再返回来再验证 这就是剧本运用的方式 因为我要是说 把什么事都告诉大家 某年某月某日 会发生什么事 孟晚舟会被抓 哪个地方还有地震 谁谁谁 叫什么 一切的细节都告诉大家 这个事 它就不会发生了 有时候我们讲 叫天机不可泄露 它不是说不知道 或者说 有的人出于私心 有泄露天机的欲望 但是我能确定地告诉大家 天机不可泄露 不仅是掌握秘密的人 取决于他本人的意愿 泄露或者不泄露 这个不是他能决定的 而是上帝决定的 这个最高的自然法 在冥冥之中的神 上帝之手 他决定的 这个整个世界 每个分子 每个粒子 每个原子 大到宇宙 小到这些基本粒子 它的运行 共同组成了自然法则的本身 它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 我们形象的说吧 上帝都知道 你的脑袋一转 上帝就知道 在想你说 想上你说的时候 你不说也不行 比方我们之前讲过约拿 耶稣曾讲过 末世 只有一个神迹 就是约拿 上帝让他去讲 他不讲都不行 逼着他 最后就讲了 讲了以后没实现 为什么 因为最终决定权在上帝手里 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末世的神迹 只有一个就是约拿 约拿 讲这些东西 大家听从了听从了以后 那个那个灾难就免了 免了但是先知说话就就空了 但有的时候有想说呀 上帝不让你说 那就说不了 如果你一定要说 那就是天际不可泄露 那句话真正的大家可能跟他有关的那个含义 就是那你会倒霉的 那会倒霉的 但说到底啊 就是剧本 就是剧本 大家知道 很多看美剧的朋友啊 可能看过一个 演了好多季的 一个美剧 叫 邪恶力量 里边有哥俩 叫温特斯特的一个家族 哥俩 一个叫爹 一个叫萨姆 这俩呢 以捉 叫捉鬼呀 或者是对付这些神奇 这个秘密的这个生物啊 以此为这个职业 多少次的拯救了世界 然后三界穿行啊 这个剧本编的非常好 在这个电视剧里啊 就说的很明白 上帝呢 叫查克好像啊 上帝不在天堂 天堂没有上帝了 上帝在干什么呢 上帝在写小说 也就是说 这个邪恶力量 以他有被翻译成 凶鬼恶灵 他的这个 这哥俩呀 这迪恩和萨姆 这哥俩所经历的 都是在 那个查克的 那个小说里的 那个查克就是上帝 这就是剧本的意义 我们这几天讲的三峡 我给大家 说得很明白了啊 在此之前 很久就说过这个事 就是红楼梦呢 他呢 他是这个 僧元泽传的 阔写版 这个僧元泽传呢 他跟那个日本的 元氏物语 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常说的是一件事 他们的原形 都是这个唐朝的时候 就贤通年间 有一个这个 元骄 姓元 叫骄外的骄 他写的 他写的什么 他写了一本书啊 一本唐朝传奇 叫做甘泽谣 甘泽谣里有一篇 叫元观 当然有的人 就把它叫做元观啊 观看的观 也对 叫元观 苏东坡呢 把它改编了 改编成这个 叫僧元泽传 也就是石头记啊 葫芦梦小说 那个开篇 讲的 此戏 身前身后事 欠谁 记取 做旗传 意思说石头记啊 就是僧元泽传 三生石 所以家宝玉和林黛玉呢 是一个是这个 西方林河畔 这个降诸仙草 一个是神英侍者 赤霞公神英侍者 在这个小说里 葫芦小说也说了啊 就说这个你们是这个 三生石上 三生石 叫原定三生这个 这个姻缘嘛 所以那个贾政啊 贾政的这个书房 他挂那个扁 叫做孟坡斋 贾宝一最后 在长州批灵异 在这儿这个 被僧道过歇 在大雪中消失了 唱着歌 无所居心 清耿之风 乃无所游心 鸿蒙太空 贾政呢 追着脚印走 追着就看不见脚印了 就迷了 这贾政去干嘛去呢 贾政去送他 送贾母啊 王熙凤啊 他们回 回金陵安葬 但是批灵异呢 在南金陵的南边 那贾政其实走不到那去 但为什么在那呢 因为这个 胡同胞小说 他就是僧元泽传的阔写啊 这个僧元泽传的作者啊 就改编者 是苏东坡 苏东坡就死在了这个批灵异 昌州就江边上 这个 你说这个元教啊 这个元教始作俑者 写的这个唐朝传奇啊 叫甘泽谣 那里边更多的故事啊 元官还不是其中他最有名的 他可能最有名的是大家熟悉的叫 叫红线传 红线传就说的这个魏伯节度史啊 跟那个鹿州节度史啊 鹿州节度史叫叫这个薛松 跟着魏伯节度史啊 天成寺啊 因为他知道翻证歌剧的时候啊 中间的这个斗争故事啊 说这个薛松家有一个 有一这个歌女啊 可能这个一个女孩 叫做红线 这个 然后薛松他知道 今天的这个山西这一带啊 就是这个鹿安这一带 魏伯节度史呢 田成寺呢 是在他东边河北这一带 其实就我老家那个附近 南边偏一难 偏难一点 这个田成寺呢 老是想这个发病攻取这个 这个薛松 薛松很发愁啊 这个这个红线呢 就说这个主公啊 不要发愁 我就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薛松你怎么解决问题 那你甭管了啊 这个红线女啊 就是我叫红线女啊 这个装束啊 打扮都戴好 一个人就出发了 出发之后啊 一直到天明啊 才回来 一晚上啊 才回来 回来之后 给他这个薛松讲 事办妥了 是干嘛呢 说去到了 这个田成寺啊 田成寺周边啊 他养着那个军队围着他 就是保护着他 那一般是进不去的啊 这个红线进到他的卧室 卧床 发现呢 那他这个薛松 这个田成寺在睡觉啊 这个然后肚子上放着什么 放着这个 那个一把七星剑 还有一个锦盒啊 锦盒里放着那个 他写着他生辰八字的那个东西 他就把那个金盒啊 盒子啊 偷走了 从身边 可能从肚子上拿走了 写着生辰八字的这个东西啊 其实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 他是这个水浮传里啊 就是智杰生辰纲的那个 七星巨异啊 跟那个有关啊 是他这个东西的原型 他回来之后 交给助攻啊 这个从他身边偷走了 然后这个薛松呢 就派使者去了 说把金盒给他送回去 然后这边田成寺一睁眼 好家伙 就身边的东西没了 周边这些兵士啊 这么多军队啊 都没发现啊 然后派人正到处这个搜 到处搜捕啊 找 这边薛松使者一来 说好 有客人到我这来 带来你的这个 可能是你的东西吧 这个金盒 田成寺当时就 咱们说就吓尿了 为什么 因为 能把你身边这个金盒拿走啊 但要想拿你向上人头啊 那简直是 不费摧毁之力 所以立刻就 写信啊 就回赠给这个薛松啊 这么两码万匹啊 这么金银多少 赔罪 说我这个养军队啊 不是为了打你 千万别误会 咱们以后好好的 好好的 这个就是 这个红线 红线传啊 它是唐朝传奇里啊 它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之前啊 这个红线 之前唐朝的传奇小说 都是以纪传体的 就是好像写历史书一样 某年某月啊 怎么讲啊 这红线呢 好像情节非常的丰富 它有了今天我们就拍电影啊 这些悬疑啊 细节啊 背景啊 对话呀 搞了很多 所以这个圆交写的红线传 红线啊 是非常的这个 有文学价值啊 据说呀 金庸啊 金庸是写文侠小说 是基本上是 这个事项 是受这个红线的启发 然后呢 他所有的小说都是在向这个 这个圆交致敬啊 咱们就说叫大师致敬 就这些呢 都是有讲究的 那咱们这些什么叫剧本呢 剧本就是这时间地点 人物情节啊 那几个要素 就红线 他呢 这个当时啊 就是你把这个金河倒走之后啊 他还特意的 这个用几句话来描述 他这个一路上这个风景啊 他说这个 从这个魏博节度史 就叫这个总部啊 他叫金香啊 其实怎么讲 我告诉你 叫大师就是114 15度过渡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点啊 这个向南走呢 就是江州 就是江州啊 就是这个大明啊 大明五路城卢俊义啊 赞往南就是江州 就是宋江那个地儿 宋江 那个大华劫法厂那个地儿啊 赞往南就是这个宏都 那这条线是非常的重要啊 他是余悦节的意思啊 1415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这个 红线讲他这个建文啊 那就从这个金香啊 回来 回鹿州啊 西行200里 他用了这个16个字 讲的风景 叫做铜台高阶 张水东柱 沉积洞野 邪悦在林 这几个 这16个字啊 特别的精烈 大家想象那个意境 其实呢 预言就在这里边 金庸为什么说 他要这个 他是他写创作武侠小说 受这个启发呢 我给大家讲过啊 金庸作为他整个的 这个武侠小说 创作的最高峰啊 到叫这个结束的 就收笔之作 就录顶记 最后一篇 就是这个 恶力云端圆角角啊 然后这个 红飞天外又蒙蒙 讲这尾小宝的下落 隐居大理成 又回到立春院 最后呢 又是这个 跟什么 跟这个 什么这个 黄炎培 不是黄炎培了啊 这个 这个几个 几个这个 有民主思想的 只能这样说 大家可能感兴趣的 再去翻翻那个 金庸小说的那个原著 一下想不起 具体人民来了啊 就是什么 什么扎记左呀 什么这个 呂流良啊 这些人 他们有民本 民主 自由思想的 这些人 这些列举 包括这一系列呢 都是说白讲 都是 离不开 刚才讲的 原教写 写的红线 里面刚才这16个字 叫通台高阶 张水东柱 沉积洞也 邪悦再临 这16个字 那话说回来 这个原官啊 原官也是啊 原官也是 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发生 他都丝毫不差的 按当时这个小说 实现了 一系列的这个巧合 其实不是巧合 它是自然法则的 它本身的特性 它是注定的 我们叫天术啊 是注定的 不仅仅是 一个这个大结局的 一个性质上的相同 它是每一个细节的 这个吻合 所有的这个主人公 那比方说这个原官 他知道这个三侠呀 说到三侠 说到三门侠 这两座水库 大家都知道 这他都在讲这个东西啊 他最有名的一个人啊 这个反对者啊 这个反对者是谁呢 黄万里 我对黄万里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那时候我在通州住啊 那时候看到黄万里这个传记 当然为什么呢 这个在此之前啊 因为这个我那时候 那个跟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合作 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啊 那个时候那个有个秘书长啊 到北京来 我们就讲这个问题 但那时候就提到了这个黄万里 因为知道这个三门侠水库啊 可把陕西给坑苦了啊 就是为何整个渭和平原啊 这个深受其害啊 把这八百里秦川啊 搞成了这个不谋之地 老百姓真是苦死了啊 都跟三门侠有关 但作为黄万里呢 黄万里他是坚决的反对 修这个三门侠的 从头到尾的反对 并且呢 当时上水利部开会啊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70个专家 黄万里唯一的是坚决穿成反对的 其他的专家呢 可能也知道这个事 但是不愿意坚决的反对 又那时候政治形势可能不好 但黄万里也因为这个 被打成了右派 一直干23年的右派 一直到80年才 好像才 才摘帽了啊 才不是右派的回到清华 教书 就这个人啊 所以那个当时呢 陕西呢 陕西城对黄万里呢 是很感激的 当时那个 那个当时呢 就说啊 就说准备 要是情况许可的话 他们准备给这个黄万里啊 诉金身相 哈哈 诉金身相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就自由雕塑员 宿他们李鹏的 邓享平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贵相 大家知道这中间 这个差距有多么大 多么大 所以我的黄万里印象 非常的深刻 因为他这个理念 跟我们的理念是对着的 因为井门啊 讲究的就是这个救人 一个个的救 也是功德 但是最大的功德 你在制度方面 就是你见一眼 就是舍得一身寡 到时候能消灾避难 能这个逢凶化吉 能这个拯救万民 赵民 这是真正天大的功德 也就是我之后 搞这个白黑兵救助 医疗救助 包括搞 后来搞这个 搞这印度这个药 当时说白了讲 我面临这个风险 可能比黄万里那时候更大 黄万里那时候只是说 打右派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黄万里的父亲 是花延培 郑务院副总理 还是有点面子的 也没有特别的对待他 但是我面对 我们当时 我们几个 几个人面对的 可能就是 只要递进去啊 可能判刑在12年到20年之间 也可能就判不了 人就没了 因为我们掌握很多秘密 过来 不许我们是不能说的 但是黄万里 黄万里啊 他的这个言行啊 毫无疑问啊 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这个鞭策啊 也是一个榜样 就跟 我给大家讲过的 这个关于一个 我见过一个美国 一个原来一个 驻外一个 一个总领事啊 一个大使 他所讲的 在美国推进这个 社会啊 整个社会啊 政府啊 一起行成合理 解决美国白命救助的问题 都是对我的 非常好的一个 促进的一个作用啊 我今天到今天 记忆犹新 他们就是这个小说里讲的呀 元官这个 元官这个名 你知道什么叫巧合呢 啊 就是元官元官啊 黄万里啊 黄万里的长子啊 叫这个黄观红 就是观 观看的观 长女 叫黄且元 元 观 黄里呢 有三子三女 这是长女 长子啊 合起来 就元官 元官 咱们说这个 故事情节里啊 这个李源啊 跟这个 呃 这个元官争执啊 一个要走 这个走荆州 向上述而去啊 就 过三峡啊 入川 一个要走这个秦陵 过宝鸡 走陆路 两个争执很长时间吧 后来元官没办法啊 反对也没用 那就走吧 那就按你说的走吧 走到三峡啊 看见了这个王姓妇女 啊 着紧当 呆着水瓶啊 在江湖 江湖里打水 这个元官说 哎呦 我是投胎到这个 这个女人怀孕三年了啊 我都要投胎到她这来了 我现在我到了 要投胎了 生出来了 他知道黄万里的母亲啊 叫姓王 叫王九四 王九四 黄万里呢 是这个 是他妈妈的第三个孩子 这些数字啊 名字啊 这些字的这种巧合 大家以为是巧合吗 黄万里就是反对上三峡 反对 反对这个三峡的 反对 因为黄万里一声提倡的是 江河大地都是自然的 黄和这个戴泥沙啊 一立下行啊 就是这个造良田万情 就是这个黄万里写的一首诗啊 我印象是一种 有句话叫做 黄和干什么呢 叫坑吐穷江立万事 黄万里觉得这个黄和 黄和这个泥沙呀 他是宝贝 千万不要接他 不要逆着来 或者见三峡也是啊 你不要逆着来 这个三峡呢 是圆石头 软石啊 他不是黄和的泥沙 他他这个不能 尤其是不能见霸 那你黄里亲眼见过 在四川考察水利的时候 亲眼见过四川 像汽车压大的石头 冲到这个江里去 所以黄里一直是反对 在任何这种 长江黄和上动手脚的 就逆溜着上 这黄里反对的 但大家记住啊 反对无果 黄里这个人 咱们看他 你说他有功绩吗 他没有功绩 反对修三门侠 三门侠也修了 反对修三侠 三侠也修了 那这个人呢 咱不说我们敬佩他吗 当然的敬佩 超级的敬佩 为什么 一个人 他根本的 就不为个人的荣辱 安危考虑 就为了国家 万民 为了老百姓 为这个天道自然 这个法则的运行 他那时候那种反抗是 他知道是徒劳的 他知道是徒劳 根本就人为言轻啊 但他还是 那就是咱们叫说 叫这个 进一切的这个渠道 一切的努力去争取 去反对 顶用不顶 管用不管用 他也要去反对 一直到死 都是这样 这就让人敬佩的事 敬佩的地方 这真正的意识 也是我们说白了 我们做事的 做人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那个朋友 陕西那朋友说 要给他立金身像 当然我知道 这是立不了的 立不了 等共产党完蛋之后 有可能要 能给他立起来 共产党在世 这玩意你甭想 你甭想 因为什么 那是大共产党脸的 是吧 就这里边 这些一切细节 这个巧合 大家以为是巧合吗 它不是巧合 它都是剧本 另外呢 给大家今天讲一下 关于三贵什么 这黄万里 他按说 他也留美专家 公文家 伊林诺业大学 香槟分校的工程博士 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 这个水温学专家 水利专家 他不是说 造大坝的 这个搅破凝土的 工作设计 他是不是 他是最根本的 他是江河水文学 这个权威 国内搞这个 非常的少 是吧 这样的意见 为什么 他都不听 都不听 当然有部分是政治原因 但有他有 有更深的原因 就叫剧本 就是说 三云三门侠 他修在了 修在了这个 这个地方 原来本来就叫三门 为什么叫三门 就大鱼之水的时候 拿斧子把这劈开 分成什么 人门 神门 鬼门 河里有两块大石头 神门和鬼门 把这个黄河分成 这个 分成什么 分成这个 就像等于说 这个三谷 分成三谷 分别为三门 这个地方呢 就是 他的近卫度是吧 是34度 北北34度和东京 111度 三峡这个地方 八指叫 三斗平 三斗平起源于什么 起源于这个 据说啊 之前这个地方 有一这个 有一人啊 他是在这开店 用三斗米 做资本 起家的 供应过往的 这个行人 旅客的 这个饭食 后来叫 叫三斗平 这个三峡呢 他的这个 经纬度多少呢 他是北纬30度 大家知道30度是 有很多人知道 T3度知道 北纬30度是很神秘 一条响啊 很神秘一条响 然后他还是111度 都是这个111度 三个一 三炷香 三位一体 这就是说白讲 这就是 这就是剧本 也说三门匣的 这个这个建设 和三峡的这个建设 他不纯粹是科学的问题 也不纯粹是政治的问题 他有他的剧本的问题 就是最高的决策者 是知道的 有些秘密 他是知道的 他就在这 揭开 在这111 这一个经线上 把中国的两条 大血管截断 并且选那个时间点 前赶后缩 也是那个时间点 他有他 听过我节目的 可能有印象 甚至朋友可能 因为知道 知道这个111和34 什么意思 知道这个1134 什么意思 咱们再继续讲 就关于剧本的问题 我呢 我老家呀 就我去北京之后啊 说这个 这个老家人啊 告诉我 说这咱们村村后啊 修高速了 修一条高速 叫星台至恒水的 叫行恒高速 我关心了一下 我看有争议不少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说是借煤外孕啊 从星台到恒水 要缺一条高速 其实呢 当时好像 很多人有反对意见 说这个这条线上啊 月亮并不大 需求不大 应该是再往南啊 修这个星台至林青 林西的 这条线 这条线是 真正既迷万运 是那个车水马龙 是有需求的 星台到恒水啊 没有什么运 没有什么运量 但是人家最后拍板 就修这个 叫行恒高速 就在我村后 他仅贴着那村边过去的 因为再往一南的话 就把他 可能要要要 整个村子 要整个村子 要我老家那个村子 要要要撇掉 过去了 但是在在此 修这个高速之前 我就知道 就因为那年 我一朋友啊 他开交流站的啊 他无一种发现什么事啊 他说他妈的这个 有武警 有武警的这个 车辆 这个这个武警 他们来搞测量 他不知道干什么 他说在在搞测量 从南到北 从世界上往南 再测量 因为经过他家的地了 那反正给他 发生了争执 他他才发现啊 说他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在测量什么东西 我后来才知道了 因为什么 因为通知我家了 他又一条高速 实际上往南 又一条高速 然后跟着我 经过我村后的东西 那条高速交叉 东西那个高速呢 已经插着我家的祖坟 就插边而过 然后南北这条要高速 要修了 武警测量 这个高速呢 他正好就在 我家坟地的交叉 狮子交叉 然后我家坟地就接到通知了 叫签粉 当时我刚才给我商量啊 说这个 呀这签粉 咱们知道平原上啊 不太好弄 就签粉挺麻烦的 其实 说怎么弄呢 这个商量这个事 但后来呢 说不签了 不签了 说这个高速不修了 因为他知道修高速 他要撒红线 撒了白灰粉啊 撒白灰粉之后 就确定了这个边界 就一般一般就要 动工的前兆了 但是突然 上级决定不修了 为什么 这叫风水啊 我今天看有一期 讲三峡的 特意讲风水问题 讲风水问题 中共呢 他是确实 他有风水观 他故意的把这个 这个黄河长江啊 就把他这个风水 这个截掉两头龙啊 把他懒要截断 这个节目 他其实还没有 他因为他不太懂 这真正的这个秘密 我告诉你 真正的秘密 是的 1111朵啊 是在这条项上 把他截断 这是有讲究的 不是随随便 都能截的 别选纸啊 坝纸选到哪 比较三门峡水户呢 他就把这个神 鬼就是两块大石啊 就两个 可能是小山包一类的 就就坐整个 这个三门峡 这个大坝就坐在 这个神神石和鬼石 在这上边 把这个三门 一下子按住了 镇住了 那边那个三峡 就三度瓶啊 一唱就三度瓶 他跟更别说了啊 其实可能有 当时三门峡修的 也有很多个 坝纸的选择 三峡也是 也有其他的坝纸选择 不一定要说 你这个地方 是最理想的 但是最后决定 都是修在这个地方 这是他的讲究啊 这是他的那个讲究 所以我家的那个 后来为什么不修了呢 这就是风水的问题 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他本来是说白讲 他是要破 破这个地方的风水的 他们是知道 说白讲 共产党是知道 这个聚会这个地方 按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清朝 有一个道光年间啊 有研究密教的一个专家 那就是这个 当过居住县令 清河县令的啊 或者当苍州知府好像是 他写的 破邪祥辩 这个 这个是经典之作啊 全世界研究这个密教 都得看这个书 绕不过去的 他里边就 就说嘛 这个天下密教 以具录清河为罪 具录还在清河前边 张角造反 他就 就从这样开始的啊 历代的这个造反啊 包括密教 都跟这个有关 就说 中共它是 其实是想破这地儿风水啊 把这风水破掉 打个十字叉 咔咔咔 就是这个 其实两条高速 就跟两把剑一样破开 但后来为什么不敢破了呢 这条高速不但不修了 然后行程高速修好之后 好像显了一年多 都不同车 不敢通车 为什么呢 另外一个说法出来了 说这个 不但不能修 不能破 你要破了它 麻烦了 因为有句话叫什么 说叫破田之年 破田之年 什么叫什么 两个月天下刀兵起 如果你这个两条高速 咔就修了 到时候说白讲 把我家祖坟签走 这个运势就发动 直接就发 立刻就发动了 那就天下大乱了 所以好 测量好的高速 又不修了 然后修好的高速 也不用 很长时间 后来就用了 这 知道吗 这就是剧本 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 是有数的 它是根据经 尾 一系列的天树 天地的三界树 来定的 再给他讲 什么叫剧本 1969年的时候 中共因为珍宝岛 因为新疆铁的木克 跟苏联发生军事冲突 这些是珍宝岛 苏军没占多大便宜 但中共牺牲也很大 苏联觉得 受气了 然后他在新疆 就伏击了中共的一个巡逻队 有三十几个人 一个就是无一幸免全干死了 他越境过来的直接干死了 干死了中共 那时候就不吭气 压根就不吭气 当时双方就反正关系非常紧张了 苏联按摩下这个气 就制定了一个对中共进行核打击的计划 但是他还知道 他对中共下手 他要动核武器 要动飞动 动导弹 或者动这些东西 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那个时候你肯定要告诉美国 他怕引起美国误会 你要知道 所以当时他们就通报了美国 当时觉得没有 苏联觉得没有问题 为什么 中美之间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因为这个 咱们说话 因为这个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好家伙 那仇恨大了去了 血海深仇 所以苏联说 觉得我通知你美国 你别误会 我收拾中共的 我要跟他妈的动核武器干他 彻底的收拾他 他认为美国应该高兴 你们打呗 你们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是盟友之前 你们现在打起不更好吗 但他没想到 美国国安会 尼克松听到他们的通报之后 当时是命令美军 所有的携带核弹的飞机升空 就是这个等于不落地了 然后所有的雷达战 全部打开 海军和潜艇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并且明确的警告苏联 说你不能打 你要对中共动手 投核弹 那美国要对你进行 全方位的核打击 当时并且美国通过 通过其他特殊 当时中美之间 没有外交关系 尼克松就通过 其他的渠道 把这个苏联要打中国 打中国要动核武器的 这个情报 就透露给了中共 所以中国那些年差点 立马就高度紧张了 你就知道这个导弹 从蒙古边境打过来 要算 要搞几分钟 那年的国庆阅兵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搞 这个阅兵呢 就是 他就说什么样 就说 你中央领导人老毛 都上了天安门 如果那时候导弹 啪要打过来 在那个节点 甚至国庆的时候打过来 你要有多长的时间 能进入到地下 掩蔽公式去 那要反复的测算 这都是事儿啊 都是事儿 但不管怎么样 苏联急坏了 因为中共有了准备了 因为准备 人员一疏散 中央物资一疏散一弄 那你的这个 这个突袭啊 不过你的战略 苏联战略意图 就不可能实现了 另外最关键 美国说 你要打打中国 我全方位 对你的战略目标 进行全方位的核打击 当时 柏雷 柏雷那个苏联 那个总书记 包括苏金 那个参谋总参谋长 尤其这个 尤其这个柏雷仁业夫 他知道柏雷仁业夫这个人 还是 还是比较 他妈邪性的 这个家伙 就据说 气得把桌子都拍坏了 他就压根没想到 美国为什么 那根本不可能的吧 说你他妈跟中共 是敌人啊 我打你的敌人 那你他妈的 你反过来就要打我 这他妈找谁讲 说理去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剧本 美国为什么 美国就 这就是剧本 什么叫剧本 剧本就这个意思 美国 是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的一个模板 他也是 他是要监督执行 他就相当于就叫 咱们基督教叫天使长 像米加勒一样 叫大天使 上帝启示给他新的技术 给他 给他这样一个 最最好的这个国土 两边 两边大洋 地理地理优势 然后地 真正的叫地大物博 科技发达 然后制度 制度优越 美国是有使命的 他知道美国是有使命的 他知道美国是共激会建的 共激会是什么 共激 共激会这个规矩标志是什么 就是大开云宗这个东西 跟中国的鸿门是一模一样的 鸿门是大开云宗建的 是小山宗书叫 小山宗书建 为什么叫鸿门 小山宗书叫李鸿 那就形成南河人 大开云宗的 这是一码 这是美国是剧本的执行的守护者 如果你苏联 你要对中国 又向北京进行核弹 这样打起来 这个剧本就没法往下演了 为什么没法演了 很简单道理 这个出现了这个岔子 这个没在上帝计划之中 美国是为咱们 有些人可能要想起来 为什么历史上 美国对中国始终特别好 好的一怪 出奇的好 就八国联军 咱们说 中共说八国联军 清华 包括梗子赔款 这些东西 是美军 是美国 是在关键的时候 保护中国 包括把这个赔款 美国全部把它作为留学基金 一个就不许其他国家多要 一个是 一个是要把这个钱 全转成留学基金 或者什么的 又返还给中国了 说白 黄万里就跟这个有关 黄万里去美国留学 就跟这个有关 他考的这个梗子赔款 包括詹天佑 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中国的 这个奠基性的科学家 都跟这个有关 在美国留学的 这就是剧本 包括后来的二战 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说 对打击法西斯 或者怎么样的 是吧 世界分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西斯轴心国呀 包括这个同盟国啊 这两个阵营啊 光明于黑暗 正义与邪恶 但是中共呢 中共跟美国他妈的这个 是中共 中共被把美国给忽悠了 等于是 是吧 包括所谓的抗美援朝 当然知道是中共发起的 老毛 指使这个金 指使这个金三胖 他他爷爷啊 金大胖 发起的这个朝鲜战争 美国死了美国多少人 越南战争也是啊 但这时候大家想 为什么美国还反过头来 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只要不动手 他他他不吭气 中共就 说白那时候就吭就完蛋了 但美国为什么一反常态呢 但是这就叫剧本 这叫剧本 在关键的时候 美国一定会动手的 一定他他用 他要保护监督 推动这个剧本向前走 这些这些剧本 所以中国 张昭中啊 讲啊 说美国人家是直接 外星人在在帮助人家 人家的武器 他们先为什么这么先进呢 那技术这么发达呢 外星人在帮助人家 其实张昭中说这句话是对的 是对的啊 也就是这个井门呢 那其实他确实是有 我给大家讲天使啊 因为我 我不客气的说 并且实在的告诉大家啊 我这一辈子 见过不少 见过不少 在我人 在我生命的很多关键的节点 他们都出现 所以我做什么 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的一生 就西游记有句话叫什么 叫事我平生 其偶然 我的意味的是 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是的 它是定数 它是有剧本的 它是有剧本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 就是大家也听明白 今天到 现在大家的决策 大家的抉择 应该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我们要履行 人和上帝的约定 然后回归你的本相 回到你应该待的 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位置 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那个位置上是最安全的 你不在那个位置上 那可能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了 下边就不用考虑了 但你如何去履约 履行上帝的约定呢 这就是我在近几天 要给大家讲清楚的 这些剧本 它一再的验证 它就是告诉你 这个剧本是真实 这个剧本就是 自然法则演化的本身 就像电子程序一样 电子计算机的程序一样 它啪啪啪啪啪 就是这样运转 一加一等于二 一加二等于三 一加三等于四 它就登登登 它就这样往下演化 但我说的可能有点 有点俏皮了 就说的不是这么正规严肃 但事实就是这样 它不是儿戏 而是天命